林志堅论文被台大认证抄袭并撤销硕士学位 但总统蔡英文和前副总统陈建仁却大声力挺林志堅抄袭 网友嘲讽可能是同病相连 因为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也找不到蔡英文的原始博士论文 而陈建仁也曾在共同挂名的论文发表前被检举抄袭 他还公开道歉甚至一度请辞 如今这两人宣誓力挺林志堅 百姓会信吗 当时大家质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的时候 韩国第一夫人也被检举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被韩国各界要求要说清楚 连梅公尺的夫人都被要求学术操守 但台湾要选市长的人就算抄袭总统还狂力挺 网友路灌蔡英文和陈建仁的脸书 痛骂你们除了挺高端 现在挺抄袭 你的神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没抄袭都是百姓眼睛夜上重吗 学界也大傻眼 连总统都认同能抄袭 不就是公然在挑战学术伦理 学界也连署呼吁要有监督把关机制 不能再让政客洗学力 当抄袭被认证就是事实 总统还坚持下令全党就议诊 恐怕让台湾的学术尊严和伦理荡然无存 记者黄明君 梁海瑶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 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